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芬太尼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類鴉片止痛劑 效力比馬菲高50-100倍 卻遭到不肖人士參雜海洛因等一級毒品濫用 美國墨西哥因為藥物使用過量而死亡的人數激增 兩國也因此引發爭端 北方認為墨西哥的反毒政策消極 墨西哥政府則強調芬太尼的生產中心在亞洲 日前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致函中國 要求協助控制芬太尼的運輸 也駁斥美國對墨西哥的批評 在美國的壓力下 墨西哥為了打擊芬太尼走私 總統歐布拉多致函中國 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喊話 希望能夠協助控制芬太尼原料的運輸 分泰尼是一種人工合成類鴉片止痛劑 醫療上用於治療劇烈疼痛 但具有成癮性而且會產生幻覺 讓毒銷集團看上 近年來因為吸食芬太尼過量導致死亡人數激增 各國企毒當局極力阻止非法來源流入 分泰尼的源頭責任歸屬也在美墨中三國間爭執不下 美國認為墨西哥的氣毒政策過於消極 並宣稱墨西哥販毒集團生產分泰尼的化學製品 正是來自中國 中國表示尚未收到墨西哥查獲芬太尼原料的通報 並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 根據美國氣毒局的資料顯示 2022年所查獲芬太尼劑量 足以讓所有美國人丧命 因此美墨兩國都希望中國能更積極協助 以利有效抑制毒品總私泛濫的問題 莊社綜合報導 同樣也是有關毒品的消息 南韓首爾江南區補習街一帶 日前傳出有人刻意對學生發送含毒品飲料 企圖事後向家長勒索的犯罪案件 南韓警方目前已掌握相關的犯罪人等 並擴大追查背後可能的犯罪集團 也不排除有跨國的網路釣魚組織參與其中 在南韓首爾江南區 日前金船隨機發送含毒品飲料的新刑犯罪手法 據南韓警方表示 嫌犯才兩人一組 在地鐵站附近假借适合飲料的活動 向未成年的學生發送 貼有知名藥廠標籤的飲品 聲稱有助於提升記憶和專注力 但其目的是為了在事後 向學生家長以你小孩吸毒 我要舉報為由來要挟勒索 警方之後接獲家長通報 表示小孩身體出現頭暈的異狀 經檢測後也對冰毒呈現陽性 目前警方已掌握受害者 包括六名學生及一名家長 根據現場監視器的畫面 警方已陸續找出四名共犯 他們共準備上百瓶的問題飲料 其中十多瓶已派發給學生 三十多瓶遭警方扣押 剩餘的嫌犯功稱 在被逮捕前都已銷毀 警管嫌犯警表示 他們認為這是一份簡單好賺的 兼職工作 但警方已擴大追蹤調查 已確認是否還有犯罪藏禁人 在背後操控 由於有受害者家長表示 他們接到的威脅電話 口音像是含義華人 故意不排除是結合毒品 和跨國網路新型犯罪的可能性 莊社綜合報導 全球總體經濟情勢惡化 加上晶片需求急劇下降 南韓科技巨擘三星電子日前估計 今年1月到3月季度盈利 從去年同期的14.12兆韓元 下跌到6000億韓元 銳減近96% 創下三星電子14年來的最低獲利 三星電子為此 你將大幅降低晶片產量 全球半導體市場加劇下滑 南韓科技巨擘三星電子日前表示 今年第一季獲利 預估從去年同期的14.12兆韓元 降至6000億韓元 暴跌96% 這世紀2009年第一季獲利5900億韓元 時隔14年後 三星電子單季營業利潤 再次跌破1兆韓元 也是近14年來的最低火力 三星電子發表聲明指出 全球總體經濟情勢惡化 大多客戶為了財務目的 持續調整晶片庫存量 以致客戶採購晶片意願降低 因此記憶體需求急劇下滑 為此三星將減少記憶體晶片產量 三星的這項聲明 不僅推翻了之前強調 不畏人為減產的立場 也是三星電子25年來 首次正式宣布減產 而另一方面 LG電子也公布了第一季營業利潤 初步估計為1兆4974億韓元 雖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 但仍高於市場預期 這也是LG自2009年引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來 季度營業利潤首次超越三星電子 莊社綜合報道 面對經濟不確定性 各大科技公司繼裁員行動之後 似乎又啟動新一輪準結措施 外媒報導 全球搜尋引擎龍頭谷歌將血減公司內部福利 並精減成本 過去讓外界羨慕的眾多員工福利 短期內將不復見 南韓媒體韓聯社引述相關報導指出 谷歌首席財務長波拉特日前向公司全體員工 發送了電子郵件 信中強調 谷歌為該產業員工津貼 福利和辦公設施 確立了高標準的領先地位 這種待遇未來仍未持續 但其中一些程序需要為公司現今的營運發展 而有所改變 相關文件提到谷歌所提供的免費餐飲 健身按摩和交通服務 原本是為每週上班5天的員工設計的 但現今大多數員工每週只回辦公室上班3天 公司注意到福利的提供和需求比例不對稱 例如週一考了太多鬆餅 公司交通車只載一名乘客 週五下午有瑜伽課時 但大多數員工都在家工作 此外 咖啡廳可能會在週一和週五關閉 一些因混合工作模式而為充分利用的設施 也會關閉 谷歌也修改了員工筆電 顯示器等設備的汰換頻率 有必要更換筆電的員工 也只能使用自家產品 Chromebook 無獨有偶 調整員工福利的不是只有谷歌 先前臉書母公司Meta 也宣布不再提供公司員工免費洗衣 和專車接送等服務 面對經濟不穩定和營收不佳的影響 不少科技業似乎著手減少員工福利 判借此金檢成本節省開銷 莊社綜合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